好,今天想要來講的這個題目並不是太新的題目 就是在講Control Component 跟Uncontrolled Component 但是我相信只要有開發過 React的開發者應該都聽過這兩個字 Control Component 跟Uncontrolled Component 但是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可能 我認為它現在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意思 應該是說在官方網站上它其實有提到兩種不同的意思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網頁 好,那傳統上來說我們先看這個原本的 React的官網 在最原本的 React官網裡面 大家所認識到的Control和Uncontrolled Component 其實都是針對Form表單裡面的 它們都是針對表單裡面的行為 那它的Control Component指的是 這一個元件能不能被 React所控制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裡官方網站提供的範例 它像這個例子裡面 像這個例子裡面 它這個是不是有一個Fone在這裡 那像這裡有一個Input 好,然後這裡有一個Value 那這個Value呢它是來自於 這個我們 React定義的State 那這是比較傳統的這個 Class Component的寫法 那如果你看不懂沒什麼關係 不過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 U-State回傳的一個State 好,所以呢這個Input 當我們單看這個Input的時候 它的Value是不是其實是被 React所控制的 因為它的這個Value它其實是 React控制的一個State 如果我想要改變這個Input裡面的Value的話呢 我就必須要透過像是 setState這種方式 這個Input的值才會改變 它的值是被 React所控制的 它的值是被 React所控制的 我們稱它做做Control Component 好,那另一個呢 叫做UnControl Component 好,那UnControl Component 好,那UnControl Component就是反過來 UnControl Component就是說這個Input Font表單裡面的Input 它不是被 React所控制的 它是 像這裡它就沒有寫Value 那我要怎麼拿Value呢 它其實是被 瀏覽器本身所控制 它的值其實是存在 瀏覽器本身的這個Value裡面 那我要拿這個Input的值的時候呢 我就必須要用像 REF這種東西 應該具體來說是 我必須要選到這個元素 然後去拿出這個元素的Value 它其實是透過 它這個值比較像是被瀏覽器所控制 而不是被 React控制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把它稱作 UnControl Component 好,所以回過頭來看 這個通常是大家 過去比較常見的一個 對Control Component和UnControl Component的認識 也就是主要是針對 表單元件的一個行為 Input的行為 然後像這個官方網站就有提到 Control Component指的是說 這個元件是可以被 React給控制的 那如果是UnControl Component的話呢 這個元件的表單裡面的行為 是在React之外的 使用者 React並沒有辦法馬上知道說 使用者輸入的是什麼內容 所以這裡啊 其實他們講的 Control和UnControl Component 其實都指的是 這個資料 是不是能夠被 React所管理的 那在過去的網站 這個React網站 你如果有讀過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說 它官方上其實大部分都建議 你是用Control Component 既然你都要用React 你就把這個狀態 交給React去管理 所以就不用讓 浏覽器它的 Input本身再去處理這個狀態 OK好 所以傳統上會 這樣子去分 Control Component跟UnControl Component 那這新的呢 我們最近不是有在看 這個React Docs的文件嗎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去定義 Control跟UnControl Component 在這裡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提供的一個範例 好 它這裡有講說 Control和UnControl Component的意思是什麼 那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這個範例 它在這個範例裡面 先看最上面 最一開始的時候 這裡它有寫了一個原件 叫做Panel 好 這個Panel原件裡面呢 它有自己的State 叫做IsActive OK 所以它這個 這個IsActive 是在Panel裡面 自己的一個狀態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不同的Panel 它裡面都有一個 自己的IsActive的狀態 好 那如果有一天呢 我們希望把這個IsActive 讓這兩個人是共用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IsActive 跟它的IsActive 其實是獨立的嘛 兩個不同的 那如果我希望說 能夠讓這兩個IsActive 知道的是同一個狀態的話 通常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需要把 會需要把IsActive 透過Props往下傳 把IsActive放在這個地方 讓兩邊的人能夠共用 吃到同一個IsActive 這時候我們會怎麼做 這時候我們會把IsActive 讓它變成一個Props OK 再仔細看一次 原本的IsActive 它是被放在Panel裡面的一個狀態 但現在呢 我會讓其他的原件 能夠共用這個狀態 所以我會讓 這個IsActive 變成一個Props 往下傳 傳到Panel裡面 也就是說呢 現在它的附成原件 使用Panel的人呢 其實是可以控制 IsActive的 要顯示 要顯示或不顯示的這個狀態 那這跟我們今天講的 Control和Uncontrolled Component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它對Control Component 跟Uncontrolled Component的解釋 它這裡的解釋 跟傳統功能比較不太一樣 傳統功能針對的 Control跟Uncontrolled Component 指的是說 這個原件 能不能被react所管理 能不能被react所控制 但在這裡呢 它講的比較像是說 這一個原件 它裡面的狀態 是不是能夠被附成所控制 這裡強調已經是附成 而不是reactor 這是什麼意思 像這裡啊 它指的Uncontrolled Component 意思是說 當我把狀態 留在這個原件裡面 像是我們這裡 最開始的這個寫法 我們這裡最開始的寫法 我們是把exactive放在Panel裡面 這個東西 叫做Uncontrolled Component 因為它的附成 沒有辦法 直接去改變到 exactive的狀態 所以呢 我們會說這個Panel 是Uncontrolled Component 那什麼叫做 這裡的Control Component呢 當我把這個exactive 變成一個props 曝露出去的時候 它的附成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 控制exactive的這個值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 Control Component OK 所以這是不太 跟傳統上不太一樣的 一個定義的方式 這個大家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以前我們在講 Control Component 和Uncontrolled Component 都是針對的是表單 這個東西 但現在你寫一個 原件的時候 你可以去思考說 你寫的這個原件 它比較偏向的是 Uncontrolled Component 狀態都是自己管理在內部的 還是它比較偏向的是 Control Component 你把這個原件的狀態 大部分都曝露出去 給別人使用 讓它可以自己去改變 那通常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所以我們講完 Uncontrolled Component 跟Control Component之後 Uncontrolled Component 這再來就要提到說 你怎麼去設計 你自己的原件 Uncontrolled Component 剛剛有提到說 這些原件的狀態 都是你自己把它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都封裝在你的原件裡面 這時候很像 就是比較像 這裡講 Uncontrolled Component 我們把這個原件 它本身就能夠獨立運作的方法 其他人不需要管理的 不需要知道的方法 都封裝在裡面 這時候就是一個 Uncontrolled Component 那這樣子的缺點就是說 其他人想要改的時候 他可能沒辦法改到 你原件裡面的狀態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其他人要用的時候很簡單 他不太需要去設定什麼 他就用了你的原件 反正你的資料都已經在裡面了 OK 所以就沒什麼難度 用起來會方便許多 那 但是如果你是寫 Control Component的話 其他人在用你的原件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把 例如說把很多的Probs傳進去 這個原件才可以正常的運作 那實務上呢 其實以這種分法來講的話 通常啦 大部分的原件 大部分不會就是說 這個就一定是 Control Component 這個就一定是Uncontrolled Component 大部分的原件呢 都比較屬於一個 Mixed 混合的 因為說呢 這個原件它有部分的狀態 是保留在 保留在它內部 讓它自己管理的 有部分的原件 是可以曝露出去 讓其他原件去改變它的 所以大部分的原件 都會是一個Mixed的狀態 同時 保留了Local State 和Probs 所以 當我們在寫一個 原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思考說 當你在設計這個 原件的時候 你希望哪些功能 是曝露出去 讓別人使用的 但是當你曝露出去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要去設定它 也有可能會增加 你這個原件 被使用的複雜度 但它能夠提供更高的客製化 或者是說 你覺得說你這個原件 就是希望別人拿來就可以用 不需要做太多客製化的調整 那你可能這個原件的設計 就會比較偏向 Uncontrolled Component的設計 那一般 我們用的這種UI Library 例如說像這裡的Chakra UI 大部分我們用的 大部分用的這種UI Component 其實多數都是 剛剛有提到 其實大部分的原件都是Mixed 但通常呢 設計UI的寫這種UI Library的話 大部分都會盡量把它設計成 Control Component 也就是呢 它能夠讓使用者 要使用這個原件的人 能夠盡量的客製化去 客製化到就是說 這個原件要長的樣子 或者是客製化到它的行為 所以你會看到說 例如說像這個原件 以Accordion來講 它就會曝露出很多不同的Probs 讓想要用這個原件的人 能夠有效的去操控 這個原件的行為 好 好 那這一個就是關於 Control和Uncontrolled Component的一個例子